爸爸啼啼你的喊 爸爸,我找到水了 失踪的阿布出现了 爸爸抓着阿布 你跑到哪里去了? 你别不理我了 我怎么会现在不管呢? 爸爸,我找到水的休息的地方 太好了,阿布! 阿布会见 这里凉快多了,阿布 这个地方真舒服 他们坐在一块大石头银子里 有个积水的小石坑 还有个小仙人掌和掌了红果 滋的矮树丛 已经饿了一整天的爸爸 现在什么都觉得好吃 恢复体力后,爸爸和阿布 聊起了这天的经历 阿布,这个阿布好像什么被动啊 刚才不是看到了一只蜥蜴吗? 那不是只好笑的蜥蜴 走路的样子可坏啊 妈 你找到了 What's it? Nither It's a Chinese called 蜥蜴 只见一只蜥蜴的身影 从树丛里慢慢走出来 是一只杰克兔 树枝两只大大的耳朵 爸爸和阿布都松了头去 唉,你们两个好像不是这里的居民哦 口气还算友善 是啊,我们是从森林里来的 那就不怪你们了 我要继续睡觉了 爸爸,不要偷懒 赶快找仙人果吧 阿布说 好吧,我们出发 走了一会儿 他们看见一张非常高大的仙人掌 顶端长着仙人果 仙人掌上面的刺难不当一般的松鼠 不过巴巴不一样 它是个胆小的松鼠 要不是阿布再三次遇它 巴巴是不能爬上去的 就算了 这里头是个胆小的松鼠